《未來性》 我覺得未來性的部分 我認為有至少三個部分吧 第一個是重補修 然後第二個呢 是真的符合學生的視性化學習 然後第三個的話呢 就是同儕之間的互相學習 這三個部分 那重補修的部分的話 大概就是老師都有經驗 就是我們都叫他上一樣的教材 然後給這些已經學習很落後的學生 那所以如果用我們的平台之後 可以容納非常非常多資源跟影片 讓學生做比較豐富的學習 這是我覺得一個蠻值得做的方向 那視性化學習的話就是 有些同學的程度比較前面 他跑得太快了 那我們就可以準備比較 進階的影片讓學生看 那落後的同學當然就是補救新的影片 然後就可以達成那個視性化的部分 那最後一個同儕學習啊 是因為我們這個平台有那個 繳作業的功能 然後不只是繳作業 它還可以在平台上面做評分 所以我可以讓同學 彼此看彼此的作業 彼此給彼此意見回饋 然後大家互相成長 我覺得這是在網路時代的學習裡面 一個蠻重要的精神 同儕跟同儕學習 對於Delta MOOCs的一個未來想像 其實我在想 我們是不是除了開設一些 正常的課綱式的課程之外 也可以自由的發展一些應用性的課程 多元選修的課程 甚至跨領域的課程 因為像很多學科中心拍完的影片 放在這上面 已經有基礎的理論課程 我們要延伸 舉例來說 我想要教學生使用光譜儀 光譜儀在化學也有 在物理也有 物理講述它原子光譜的一些解釋 就是從波爾的方式去解釋 那化學也有它應用的部分 我們把一些知識 交給平台的基礎課程 已經幫我們做了 我們就用那個基礎課程就好 那老師們在做設計的時候 就只要新拍一些實作型的影片 或是跟實驗有關的影片 再這樣複合在一起 我相信你在這個平台上面 不只有學科的課程 也有很多多元的課程 讓學生可以去選修 那這樣子的一個 越來越想像 我就覺得說 網路資源就變得是 有很豐富很豐富的狀況 那學生也可以不只是實際 一些學科的特色 也可以開始進行 自己的一些新的學習 融會貫通 對於丟大木石的未來想像 我其實有第二個想法 那應該就是 模克思可以進入3.0的時代 什麼是3.0 前面呢1.0 2.0是什麼 大部分就是開設一個課程 那學生上來學 或是學生跟老師做互動 大概都到這裡 所以模克思3.0的時代 就是一種多對多的概念 同才教同才 什麼意思呢 老師可以教老師 學生 老師可以教學生 那學生可以教學生 學生也可以教老師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特別的想像 那我對著假設 如果50位老師開設50個SPA課程 那我們就可以怎麼樣 老師也可以彼此看這50位老師 怎麼樣去設計課程 怎麼樣安排素材 那學生也可以選擇這50個課程 同時學習 那這個時候呢 你就會發現創意 就在這裡面會如期的發生 它很像是個教材的博覽會一樣 那我就覺得這樣的話 我們的教學 也不只有自己一個人在那邊磨練 自己在想 應該是直接可以跟線上的老師做討論 你會很快速的成長 學生學習也會很快速的得到很多很寶貴的資源 學生也許就會變成老師也來教我們 他自己設計他的教材 這就是一個很棒的一個未來想像 希望我們老師們一起努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